牛精威旺亦都交代全部馬匹準備 妥當第二場賽事五班千八米 準備七號馬是暫時的大熱門 4.1倍 入開閘時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外面大衛金剛 外面白衣的速度快 中間牛精威旺和開心海船 這四位馬比較快點 再見到內蘭京城三寶 橙色衣服、橙色帽還有辣得繩 見到最後一層的馬 紅衫黃帽喜相逢 再後面還有省少少外面文武精神 再後面的三匹馬 有精脈如日方中 暫時包尾就是那隻暴魚飛 開始就向著千二脈的團柱進發 速度快就帶了出來跑 大衛金剛就緊隨第二位 再在第三位內蘭位置 牛精威旺 第四位綠色衣服是開心海船 外面望空了 有這隻黃眼罩就是文武精神 再後面的馬匹內蘭藍衣京城三寶 潘頓一路貼著偉達 那隻辣得繩 再後面的馬匹 有喜相逢 還有省少少 後面的三匹馬 精脈如日方中 暫時包尾 仍然都是那隻暴魚飛 開始轉這個就是八百米彎 在香港偷學院彎 前面帶頭的馬還是這隻速度快 拍著外面有文武精神 後面第三位有大衛金剛內蘭 第四位牛精威旺 第五位還有這個開心海船 再後面內蘭有京城三寶 潘頓在他旁邊就是這個辣得繩 看看會否拼著他 再在外面 省少少都想這樣 後面的馬有這隻喜相逢灰馬 如日方中 尾衣就是精脈包裝 最後就是捕魚飛 入精最後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內蘭有速度快 正在鬥黃眼罩就是文武精神 中間騎上來有牛精威旺 大衛金剛 坐在外面開心海船 亦都很輕鬆上去 後多少個馬筆 才看到外面有省少少 鬥到最後二筆 大衛金剛鬥開心海船 一隻很大隻 一隻很小隻 後面的馬京城三寶 沒甚麼位置 外面還有省少少 外面牛精威旺 最後一發米 開心海船鬥贏了 外面上來有省少少 中間京城三寶 外面就是這隻大衛金剛 結果就是這隻 最後直路上面 兩隻馬鬥一隻大衛金剛 很小隻 中間五號這隻 開心海船 結果他比較硬 第二名的馬 京城三寶 其實都阻得很緊要 好像外面 還有一隻聰明少少 應該是機會高些 第二 回來見到這隻 開心海船 跟上次一樣 賦予橫抗 見到道理流 都好像很多在手 第二 就是聰明少少 第三是京城三寶 第四是這隻 六號碼的大衛金剛 都要看看直路道 一度見到位 但京城三寶 都好像迫迫劫劫劫 但我相信問題 又不是很大 但都要再看看 巡邏影片 和直鏡 因為回來 和那隻狗 只差很少 只差很少 我們先看巡邏影片 好 一起步 麗要走 速度快 先走 大衛金剛 大步的馬 都是對的 均速的 然後開深海船 知道有馬 走了 好 先捕住 道理流 很刻意拖一拖 大衛門那隻 拉德繩 然後開深海船 早段是騎的 潘頓早段也打幾邊 打醒的馬 都是習慣用的手法 其實早段沒有問題 反而直路那邊 潘頓也找不到位衝 我有抗議 即是三告九 如果這樣看 開面那隻文武精神 就很想 我以為認錯 彩衣 以為是瘦比蘭山 以為是瘦比蘭山 拍寶這麼好 手力 都 都撐不到他在後面 結果順走 你當他順走在前面 贏了回來 就爽了 如果贏了 對 再看其他 聰明一點 現在是尾五 京城三寶就賣便 後面是精蜜 精蜜 真是慘 精蜜起步 那邊不行 尾五 沒有關係 朱仔 如果有馬 你似著class 班底 上來都應該有威脅 可以衝一下吧 所以都還好 二、三個對抗 你當然是三個 有時候 你研究方向線 其實兩方面 還要維持健康狀態 你看看偉達這裡 其實開了邊後 這裡有摘位 這兩下都有打 不過 然後打不到 你看這裡 這裡有摘位 這裡打不到 那種點